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继续来画 是这样子的 我是先录了下一集 就是你们看到的下一个就是那个搅拌机 然后再回来录这个Electric Cattle 因为我记错那个急速了 好,那一个我们先直接开始吧 Electric Cattle的话 首先先把那个新软件给打开一下 新链打开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这个对吧 先储存一下 反正就Google打开一下 然后呢就是Smash Electric Cattle 记得是Electric Cattle 不是Electric Cattle 记得 然后呢就这个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其他的面 好的,正面是这样子 那就我们打,看一下有没有Top View Top View吧 Top View的话应该有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找一下 好多,好像是没有 好,上面有个口 嗯,目测是一个正方形的啊 然后啊,这里有一个这样子 那我们就留个这个位置吧 等会看着用 那就看到就好 内侧外侧各一块是吧 呃行 然后这个Smash Logo我这样不画了 因为有点像打广告或什么的 或者版权等等的问题 我不要担心这种事情啊 然后这里这刻度也不画了 呃,因为你们真的喜欢画刻度的 下次我找个两杯 慢慢陪你们画 好吧 呃,因为这个是电影产品 它的一个呃,什么 就是说零件也是比较多的 好,一样废话不多说 打开这个什么view的这个呃,icon 然后再看到一个人头 再导入一个我们要的一个照片 呃,呀呃,guide snap 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随意大小吧 还是不要尺寸 呃,反正就你们要尺寸的 真的需要那个就是标准尺寸的 你们跟我说一下这样子 呃,反正就 我是都可以啊 看你们看真的看你们需要这样子 呃,然后呢是这样 呃,啊,记得另外一个图要跟你们说一下 如果像刚刚那个方法导入跟 现在我这样拖进去导入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我一样给你们打开 哎,你看对,一个在斜面那边是有了 然后一个是在这里啊 对,你看在别的位置它不会显示 那就会不会影响你捕捉 这样子啊,这个小tips啊 呃,然后这样子画个小方块 然后定好在这个位置上面咯 呃,远比例一样 其实这条线只是说哪找它的一个 怎么说最大的一个直径 另外一个就是说哪来找它这个 就画个正,哪两位就画个正规正方形 然后这时候捕捉这个meet 然后一样这个啊,这个工具哦 这个,因为smash它就刚刚看了一下 它的一个底座是方形的 它是从一个方形渐变到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呃,其实用方样做也可以 但方样做的数很多时候不太精准 那我们就一这样子,呃,画一条线 对吧,呃,我刚想重复这个功能 还是想算了,呃,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然后就这样子 环形在那四个 OK,你看呃,四个以后 然后这里是不是四个 我们把它连接一下 连接一下以后 把这个外面这个贴 就是说,呃,放到这个 我们画的这个正方形里面 对,圆比例缩放 哎,这时候看对 尺寸我们看 我们这样子尺寸就对了 然后这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呃,画一根就取现工具 对吧 然后垂直点一下 再点一下 为什么对 对,记得说过90度角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画个圆形的吧 就反正就应该是在这个 对,在鼎式这边 然后回去中间这个部分 OK 为什么就是说,呃,其实 好,关一下这个 呃,我的keyboard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有空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是有个按键 可以是说我一打开 一边就是说说是什么声音啊 什么的,一边就正常的 FES 是那个微软的人体风雪 那个键盘 因为你们想看的,呃,给我说一下 我就另外给你们录个视频啊 可以可以这样子 因为那个比较大 所以说我不太喜欢录一些太大的东西 呃,然后OK 继续,呃,来看大概线条就差不多 对吧 首先我们保障两个东西 对,一边的一个短点和另外一边短点 它各有一个水平 保证它 我们到时候去接面去旋转的时候 怕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时候下来上面检查一下也没有问题 我们打开Perspective这个view 呃,再下来圆角工具,呃,0.2肯定不够的 因为,呃,逆方逆方逆圆 哎,普通话不好,你们懂 就是说又方又圆的一个意思呗 就是说我们画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你看,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呢,这时候 单轨路径旋转一下 哎,对,你看这个形式出来了 对的,呃,然后,啊,不好意思 好的,出不来,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子,呃,因为这个圆 我们出不来,对吧 那上面我们肯定它是圆的嘛,对吧 而且,呃,也正常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呗,呃,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能差不多,呃,看到这上面这个格子 我现在停了这个点,对 跟下面那个边,圆边,对吧 你看啊,它这个圆边 刚这个抗护鼠标这个位置 它是能对称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吧 呃,拉到这个地方 呃,然后呢,就差不多这样子吧 就ok了,呃,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画个点吧,好吧 我们画一个点,我们打开intel这个点 找中间这个,然后把它剪断吧,好吧 简单一下,然后再把这个点给删掉 然后这两边我们一样 f10,f10以后把它 同样都拖到这个地方的一个end 对吧,同样都拖到这个地方 就那个端点嘛,对吧 然后把那个intel,mit point,正常 我正常我这都会关掉了,反正就是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 啊,你要把它完全这时候就 因为剪开了,没办法说完全狠 你看这时候,呃,就没办法完全 就是一个tangent的一个状态 相切的,但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的,呃,反正我们分两句话 但是如果你说刚刚单件怎么画 呃,我觉得可能要拉出来这样子 呃,然后这样子 我们就双轨路径,对吧 设定好下面两个圆,对吧 再选中间这个圆轨,哎,你看 对,这个行我们就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再做一个单轨路径 对,选一下单的这个 然后再这样子,哎,你看 其实这个行我们也出来了,对 其实还是ok的,没有影响的 就是说当你分件的时候 有些面接的没那么顺 呃,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呃,然后这 这时候这里下来,呃,我们可能是说 呃,这个也画完,那我们就把底柱给画了 好吧,因为有时候他拍的就这样子 这个地方,呃,真的不要,不能怪我 这个地方,呃,我没办法找到一张这么正的 而且,呃,怎么不扣这个细节 对吧,呃,然后这时候我们拉了一个块出来 对吧,拉了一个块,我们先把它抽壳吧 因为之前说过,就上一个画透视的时候说过 就是说,你,呃,好,这个通常是两号 呃,因为呃,如果是塑料键的话 一样,呃,给它0.2就够 但现在我这个尺寸不准的 好,所以就呃,大概这个厚度吧 好,反正你们想一下,平常看产品 所有,或者T恤刀什么 你打开一下,能分开键,你们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厚度就对了,呃,好,我们继续 呃,那我现在有一个火,有点像火箭的 这样子一个形状,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做什么了,对的,呃,首先 我们先把这个隐藏一下,呃,我们把上面这个面给补了 因为上面这个,对,补了以后 我们先这样子连接一下 连接完以后,一样把它抽壳了 OK了,对,有这个壳在了,对吧 通常我是喜欢用这个 因为用面那个的话 拉伸有时候会有点问题这样子 呃,然后这时候往内测,对吧 0.2,对吧 OK了,那这时候我们有内测这个,对吧 你看到没有往外吗 那先把这个给扔掉一下 那内测的这个我们OK 我不知道为什么多生成一块,反正不要紧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两块给 我们再把这个下面这个 其实应该这时候再拉一个外侧去画那个湖嘴的 因为我们看到,呃,这个湖嘴 他看这个湖嘴,他是另外在一块 所以我们需要往内拉伸一个面 往外再拉伸一个面,对吧 外面那个面就是画湖嘴,然后再把它剪掉 内那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湖,呃,湖嘴,对吧 那我们继续这样子 我们再把这样的隐藏一下 隐藏一下我们再一样双轨路径 那你看一开始设定好我们的轨道 两条轨道,对吧 两条轨道,然后这时候在这里 OK,啊,不好意思 再来一遍,123 哎,为什么不清呢 1,2,3 啊,肯定不行啊 对,哎呀 真的是,难道我点错了 好,再来一遍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诶,那试一下先选下面这个 好,OK,好,果然要大的到小的 好,OK 然后这时候我们这样子,果然是我选错了 好,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对吧 那我们选这个面 然后一样用一个面拉伸工具 对吧 呃,这样子 呃,这样子点一下 然后往外 这次是往外哦 OK 然后这时候 OK了,外面这个我们也有了,对吧 那有了以后我们看一下 往外也有啊 但是现在,呃,不 还没,你看 它剩剩两个我真的没太搞懂 但是呃,现在反而往外也有一个 但是往外的时候 呃,应该是这样子 先把那这个隐藏掉 对,诶,奇怪了 对对 我们应该先把那个胡椒给拉出来 然后再往外 对的 好,那一个没事 反而我们再来一遍吧 我们再那个 我们再把这三个隐藏一遍 我们再做一遍那个拉伸吧 没有问题 2,3 嗯,怎么又不行呢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呃,刚刚那个问题我找到原因了 刚刚我试了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们因为我们只有三根线 我们没有四根线 所以呢,在双轨路径上面 呃,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这样子 先选好这两个物体 然后右键 就是右键 为什么我们刚刚选的双轨路径这个功能 那就选这根线 记得也是大到小 来,我们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默认,没法默认 它以为 就是说,系统上面只有三根线 它没法默认是说 我们到底哪两条是路径 呃,路径 哪两条是我们要那个曲率 对吧 好,那一个继续 不好意思 啊,然后这时候 我们需要这样子 增加一个控制点 控制点以后 呃,6060 啊,U60 V60 我们增加一下控制点 然后这时候 我们这个也出来 对吧,要的一个线 然后你看到很多的线 对 我们F10打开一下我们的控制点 然后这时候 对,我们可能是要这个位置 对吧 那我们就从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选上三排的一个控制点 对吧 选上从 Wesview 对 你看到其实好像不够多 对 那我们再多选几个 选到它差不多这个弯的地方 对吧 就是说从我们的前视这边能看得到 对吧,前视图 我再多选一个 好,选上以后 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对吧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样 它这个比较弯 但我们先不管它 但是 这样子我们要把后面这个取消选择 对 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选 你看会把后面选上 但是我们这样子才保证 我们规整的选上 我们要的一个东西 好,这时候选一下偏移 选一下偏移以后 我们选到最差不多的一个位置 定点 你也可以打开pong 选到下面的这个点 没有问题的 可以更精准 对 然后这时候按shift 直的 对,让它偏移 对,这时候就可能有点太大了 对吧 没有关系 我们就 你看 可是我刚拉的时候 其实你们这样看的很大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少选上三行左右 反正你们看情况去拉 然后还是要选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 去拉伸一下 那这个拉可能有点大 那我们可能就拉小一点 这样子 好像还是有点大 看一下 反正大概拉的一个差不多的样子 对,差不多这样子就OK了 我觉得就 然后不行 还是要拉一个精准一点的 然后还是view 对,反正曲率跟它一样就好了 还是有点多 我们在网上再减少两排 好吧 然后这时候再点一下偏移 反正我们要慢慢试 选到这个时候 我们这时候可以说不用那么直 对吧 这肯定不行了 因为没有整个在动 看来还是要整个选上 反正就看到它这个 然后我们就多选一排 要选到它这个斜率一模一样 那我们到时候 你现在看到超出 就可能会担心说我上面超出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剪掉了 可能差不多 这样子差不多 可以吧 然后这时候可能就这样子 我们可能是说在这几个地方 对啊 往内稍微拉一点 对吧 把这个三个我给关掉一下 让它有点弯 然后这时候可能有点弯 这样子往里面再弯弯 这样子 但这样拉肯定是不准的 但我们先不管那么多 因为这个我们目的是说 要把这个模型给画好是吧 画了以后我们就这样子 画条线对吧 把三个给打开一下 对我们这样子画 然后拉回来 你看这个虎嘴对 然后你看我有一条这样子的线 对 这时候是怎么样 我要把它剪掉 对用线 然后把虎嘴多元部分剪掉 剪掉 剪到这时候再往外拉伸 懂了吧 能懂吧 但这个的话其实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拉伸一下 我们这个面 这个 我们选一下往外 往外 然后这时候 OK 然后我们要一个东西 其实就有了 对吧 那这时候其实它是这样子 有点斜过去 因为它这个拍的时候有点 那个 有时候真的好纠结 这样子 没事 反正就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子 因为这个虎嘴地方 它肯定是比较狠的 对吧 那我们就这样子 拉高 拉多拉 先把三个给关掉 这时候就真的不要打开三个了 就说又像这样西条 因为我画的比较小 所以说不太好调这样子 反正就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多元部分给剪掉先 对 然后这些部分反正都不要了 因为我们只要要的就是那些小的部分 对吧 那这时候已经打开了 打开这个多余的部分 这里我肯定是我刚刚拉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你们画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时候 呃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部分 我们画个椭圆形吧 好吧 画个椭圆形 呃可能差不多 但在上它一个虎嘴上面 圆一点一个部分 给要画个椭圆形 对吧 因为这个它更多 难画不是难画 是说调的时间很久 我就告诉你们说 方法是这么画的 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 往前往前拖 往前拖 对吧 往前拖以后对 拉了一个块出来 我们只要交集 我们只要它某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交集 对吧 对我们只要这个部分就好了 OK 你看其实前面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你们后面再修吧 反正就这样子 大哥这么画 当然这个条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 我中间的一排先拉下来 然后再选上左右两排 再往低的 拿这样子慢慢调 但这个比较费 但是这个条你看 其实我现在调 它整个是可以贴的 但是说可能没那么精准 因为这里下面它折了对吧 所以说应该是左右 刚刚那两排的时候 我们应该少选一点点 中间这里才多选一些啊 但这个我觉得我讲到这 或做到这 你们也懂了啊 我就不做那么多了 好 然后那个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把里面的这个 我们再把这个圆Ctrl-C 然后呢Ctrl-V再一下对吧 呃这样子 把这个圆给选上 对选上那个 对我们可能在里面 稍微里面一点点这个部分 对呃我们拉伸一下 拉个块出来 拉个块 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 对这个角开始 然后就对 把上面这个部分给剪掉吧 好吧 这个部分 一 二 对 然后再用这个 呃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Ctrl-C薄一个底 Ctrl-V 对 Ctrl-V 对这个多一个底嘛 对吧 Ctrl-C Ctrl-V 复制一个多的出来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个保底了的 那把这个多的给你看 这时候就空掉了嘛 对吧 这里应该是有个filter 就是那个过滤区 那个你们再画其实也是同样方法 把这个在碗里再推 再推多一层 然后再画把那个 对吧 对 对 对